猫哥一直在告诉我说 我们虽然做了这么多歌 也有很多很成熟的音乐 我们一定要把它做成小样 即便我们没有钱去做伴奏 哪怕求这个人帮忙 请那个人助演一下 咱也得把它做成一个像样的东西 我们当时呢就录成卡带 再好点 压成蝶 压成蝶 光蝶 然后说必须要让别人听到 就是现在我们可能直接敲门 说我就会唱 让你看一个傻丫头 一个胖胖 有点胖微胖的那时候 那时候已经好点了 微胖微胖 微胖了已经开始瘦了 但是呢还是有点 就是还是不是成熟一人的状态 所以呢别人并不看好 然后呢所以我们就说 那就拿出东西让人看 直接就放在这 这一步走得非常对 因为我如果不弄的话 永远我关在家里 我就只是写歌 对 因为我属于是偏技术型的 就是我就围在自己的音乐世界 结果谁发现了这首歌呀 在应该是2000年左右啊 2000年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一生当中的另外一个伯乐 第一个伯乐是猫哥 最重要的伯乐就是叫李进 然后等于是他来到 专门打电话过来 让他的助理 然后给我们打电话过来 然后就是我们 我接电话都不敢相信 可能吧 骗我他吧 特别特别高兴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大事来了 说要见我们 然后呢 我记得当天印象特别深 就是我接到这个电话以后 我就觉得 好 我终于有出人头地了 第二天就在银行开了个账户 我准备要收钱了 那种感觉 其实我现在在想 大家可能看到是 网络后面的这种成功 之前有六七年的时间 基本没收入啊 我想知道 那你那个时候花什么钱 是爸妈的还是老猫的 爸妈的不多 很少 那个时候 好像也有过 那是在最开始 刚毕业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还需要一点点接级 而且我跟我妈说 我妈我给你写借条 我说我专门还真 真的喜欢借条 我妈妈都留着 但她肯定不会 不会跟我要 就是那种感觉 记账 你看着啊 你看你以前写的这些借条 对 但是那猫哥赚的钱 会就是志愿志愿你吗 有啊 也有啊 我赚的钱 有一半也是她赚的钱 那个时候呢 我带着她去 做一些演出啊 表演啊 不过在酒吧里唱啊 对对 唱过一两次 一两次吧 一两个月 给那个其他的一些艺人写歌 然后呢 她这个人啊 就是干副业的能力比较强 她当时呢 那个就是 纯粹靠音乐收入是很难的 因为当时你没有知名度 没有名气嘛 然后呢 她呢 干个什么事啊 她去给人家 这个卖家具 嗯 当时呢 挣了点小钱 然后一撑撑了一两千 那时候最早的团购 我的天哪 然后 她很聪明 那时候就是上网嘛 然后 我就是觉得家里缺了个家具 当时看了一个品牌的 某一个家具特好 但特别贵 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价 大牌 然后好 我说那 我得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 研究研究 她也想买 她也想买 然后我们就在一个群里边 当时还是叫 论坛一样的东西 我就开始发帖子 我说先没谈呢 还 我说你们想买吗 我跟你们咱们 到了多少多少钱 咱们一块去谈 肯定能谈一个辙 就开始 哎呀 没想到 以前来了好多人 我自己也没想到 那个品牌啊 大家确实很喜欢 但是又是贵 对 然后呢 我就带着这个 这么多的资料 天天打电话哦 用户 所谓啊 客户的名字 都要记下来 你要买什么东西 记下来 我直接到那公司 公司都惊了 当时那小经理 都不敢不敢吱声 说你这样吧 我得请示一下 我们老总 然后他请示的是 总经理 总经理 你再等等啊 明天我给你回复 他在请示 当时的董事长 是一位很厉害的 女强人 也是一位女企业家 我们现在还是 保持一定的关系 还挺好的关系 然后他呢 然后就真的 第二次 第二天 还是第三天 就约见 白送一套家具吧 那对 这个就是说 最后呢 当时达到的最高金额 是不到三百万 就是大家加起来总额 那个时候的三百万 那时候三百万 他忽悠了快一百个人 去买这个 他们自己看了 为什么惊了 他们一个月呢 卖了几个店 加起来呢 大概这个 他一看这个人 一个人带来了 一个月的这个单 整个就 给我打了一个 很好的折扣 绝对市场上 不可能买到的折扣 咱俩真的是运气好 你看咱们碰见的 这女人嘛 都有这个赚钱的头脑 没有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们都会 在困境中想办法 是的 最近王荣这两年 有什么新歌吗 有一些 其实很多 我的原来的老粉丝 看到我不断地 有风格上的变化 他们其实说 我们强大的心脏 已经快濒临 濒临到 要崩溃 所以希望我们 就是我经常能够 再给他们回归一下 类似于是一种 小文艺的歌啊 然后或者是像 我们是黄荣那个时代 那个年代那样的感觉 对 而我说我完全回去 也没有意义 那我就继续往前走 我可以做一些 有音乐性比较强的歌 所以这两年 其实我出了几首 就是三部曲吧 文艺三部曲 做了几首歌 我可以做一首歌 我可以做一首歌